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圣经真言 借必淫乱 年轻人啊 要重视我的智慧 倾听我明达的话 这样你就会晓得怎样谨慎行事 你的言语就会显出智慧 别人妻子的嘴唇 也许像蜂蜜一样甜 她的亲吻像橄榄油一样柔滑 但是欢乐以后所留给你的 只是悲哀 只有痛苦 她要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 她走的路倒向阴间 她不走生命的坦途 她的脚步步入的邪境 你还不知道 年轻人啊 要灵心听我的话 不可忘记 要远避这样的女人 连她家门口都不可接近 否则 你会把自己的荣誉 奉送给别人 在青春年少时 死在污赖的手中 是的 陌生人要夺走你的财富 而你劳碌得来的将尽归别人 你临终的时候会身淫不已 你的皮肉消耗殆尽 你会悲哀地说 为什么我不听教导 为什么我不让别人纠正过错 我不听师长的话 不尊重他们的训惠 我突然在公众场所遭受蒙羞 你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实 专心地爱她 你跟别的女人 所生的孩子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会帮助你的 是你自己的儿女 陌生人不会帮助你 所以 你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 要跟你所娶的女子 同享快乐 她秀丽可爱 像母鹿 她的妩媚使你喜悦 她的爱情使你陶醉 年轻人啊 为什么迷恋别人的女人 为什么倾行于别人的屈子 上主监察你一切的作为 注视你所走的途径 邪恶人的罪 像罗网一样 他自己的罪 网住了她 他因为不能自治 而丧命 极端的愚昧 使她沦亡 再劝戒 年轻人啊 你有没有答应 替灵人作宝 替陌生人还债 你有没有被自己的话绊住 被自己的诺言绑住 如果有这样的事 你就落在那人的手中 那么 要怎样才能摆脱呢 你要赶快去见那人 要求她解除你的束缚 别让自己睡觉 你不要休息 要向鸟儿挣脱罗网 向鹿逃出猎人的手 懒惰的人啊 要查看蚂蚁怎样生活 向他们学习 他们没有领袖 没有官长 没有统治者 可是他们在夏天 储备粮食 准备过冬 懒惰的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 你几时才起来呢 你说 我只要打个盹 睡个觉 抱着手 休息片刻 可是 当你沉睡的时候 贫穷 要向强盗袭击你 缺乏 要向带武器的匪类 攻击你 无赖邪恶的人 到处撒谎 他们几眉嫩眼 手足传情 无非要欺骗你 他们腐败的心肠 时时图谋恶事 到处制造争端 因此 灾祸要突然临到他们 他们要遭受 致命的伤害 有七件事 是上主所憎恨 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就是 傲慢的眼睛 撒谎的舌头 杀害无辜的手 策划阴谋的心 奔走邪路的腿 编造假证 在朋友间 挑拨是非 警戒淫乱 年轻人啊 要谨守父亲的训诫 不要忘记 母亲的教导 你要把他们的话 铭刻在心 记在脖子上 他们的教训 要引导你的旅程 要引导你的旅程 黑夜保守你 白天陪伴你 他们的训惠是亮光 他们的管教只是人生的道路 会使你远避荡妇和别人妻子的甜言蜜语 不要受他们美色的诱惑 不要被他们的秋波勾引 你能够用一块面包的代价 招来猖击 但跟有夫之父 通奸 要使你丧失一切 你能够怀里藏火 而不烧掉自己的衣服吗 你能够在炭火上行走 而不灼伤自己的脚吗 跟别人的妻子竖在一起 会有同样的危险 窃贼因饥饿偷取食物 也许情有可原 但如果被抓到 就得七倍偿还 把自己所有的都赔出来 跟人同奸的人 更是迂不可及 他等于在毁灭自己 他一定被羞辱 殴打 蒙上无法除掉的羞耻 一个为度火 激怒的丈夫 在报复的时候 绝不留情 他不绝受北场 再多的礼物 也无法熄灭他的怒火 年轻人 要记住我的话 不可忘记 我给你的训诫 遵守我的训诫 你就会生存 要小心 跟从我的训导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要实时 谨守 我的教会 铭刻在心中 把智慧 当作你的姊妹 把见识 当作你最亲密的朋友 他们要使你 远离别人的妻子 躲避 甜言蜜语的荡妇 淫荡的女人 有一次 我从屋里的窗口 望出去 看见好些 无知的年轻人 我特别注意到 其中的一个傻瓜 她沿着街道 走向一个 淫荡女人 居住的地方 晚上天黑以后 走过她家门口 那女人出来迎接她 打扮像一个妓女 心里转着念头 她向来放荡无耻 常在街上招摇 这里站着 那里走走 有时候在街道上 有时候在闹市里 她拥抱那年轻人 跟她亲吻 嬉皮笑脸地说 今天我还愿意献祭 家里留着肌肉 所以我出来找你 我要找你 你果然在这里 我已经用埃及的 彩色床单 铺好了床 用墨药 尘香 桂皮 熏了床褥 来吧 让我们通宵狂欢 拥抱取乐 我丈夫不在家 出外长途旅行 她随身 带了一大笔钱 两星期内 不会回来 女子用她的媚态 引诱她 用花言巧语 迷住了她 年轻人 立刻跟她走 像牛 被千句屠宰 像鹿 跌进陷阱 被射穿了心窝 像鸟儿 飞入罗网 竟不晓得 生命在危险中 听书 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 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香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书 世界名著系列 年轻人 听书 现在听我说吧 世界名著系列 留心听我的话 与你开启 智慧之路 不要迷糊糊糊地 跟着她走 她已经毁掉了许多人 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 每个美好的清晨 一往她家里去 就是走向阴间 走向通往死亡的捷径 智慧诵 学你提高 听吧 智慧在呼唤 悟性在呐喊 她站在路旁的缸上 站在十字路口 她在城门口 恭请订阅 在城门边 听书 呼喊说 世界名著系列 我向你们诉说 我向地上的每一个人呼吁 你们幼稚吗 要学习机智 你们愚蠢吗 要追求见识 听啊 我的言辞美妙 我的话纯正 我所说的是真理 我憎恨虚谎 我的话都真实无尾 没有歪曲 没有乖谬 对有见识的人来说 一切清楚 对通达的人来说 一切明确 宁愿选择我的训惠 不取白银 宁愿接受知识 不取金金 我是智慧 我胜过珠宝 你所追求的 没有一件 比得上我 我是智慧 我有见识 我有知识 有健全的判断力 敬畏上主 就须 增恶 邪恶 我恨 骄傲 狂妄 讨厌 邪辟和谎言 我有计划 我有才智 我明达 我坚强 我辅佐 君王统治 协助统治者 秉公行义 地上 每一个统治者 都倚靠我 执政者 和贵族 不能没有我 爱我的 我也爱他 寻找我的 一定找到 财富荣誉 有我诗语 富贵成功 都在于我 你从我得到的 胜过金金 胜过纯净的银子 我在正直道上行 我在正义的路上行 我把财富 赐给爱我的人 我用财宝 充满他的家 在上主造化之先 在亘古 就有了我 在太初 大地成形之前 我就被立 在海洋尚未出现 在有浩瀚的水源之前 我就出生 在大山没有被造 小山还没有立足 我已经存在 那时 上帝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 连一小撮尘土 也还没有 他还没有 安设天空 还没有在海面上 画地平线 我已经在那里 上帝在天空 布置云彩 在海洋 开放水盐 为海水定界线 不使他 跃出范围 在他为大地 奠定根基的时候 我已经在那里 我在他旁边 像一个建筑师 使他每日的喜乐 我常常在他面前 欢悦 喜欢他的世界 喜爱世上的人 年轻人啊 现在要听我 照我的画作 你们就有快乐 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 要明智 不可拒绝 听从我画的人 多么有福啊 他天天守在我门口 在我家门边等候 找到我 就是找到生命 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 没有找到我的人 是伤害自己 恨我的人 就是喜爱死亡 智慧和愚蠢 智慧建造他的房屋 立了七根柱子 他开宴席 而杀牛宰羊 调制美酒 摆设餐桌 他差派女仆出去 在城里的最高处呼喊 无知的人啊 来吧 又像愚蠢的人说 来享受我 来享受我烧的饭 喝我调制的美酒 要远离无知的人 而从活 要走智慧的路 你若纠正傲慢人的过错 就是自招凌辱 想责备邪恶人 无意伤害自己 不要指责傲慢人的错处 因为他会恨你 你若只叫明智的人 他会尊重你 只叫明智的人 会使他更加明智 教导正直的人 会使他增长学问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就是明智 智慧会使你延年益寿 你有智慧 获益的是你自己 你拒绝智慧 亏损的也是你自己 愚蠢 像一个喧嚷无知无耻的女人 她坐在家门口 坐在城里的最高处 向那些匆忙赶路的人喊 来吧无知的人 她向愚蠢的人说 偷来的水甜些 偷来的饼更有味道 受害的人不知道死亡 就在她那里 往她那里去的 已经坠入阴间的深处 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香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说世界名著系列 neighbour 感谢 优伟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